10月26日 张婷经过近两年的纠纷 96套房产对解分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有媒体报道称 法院已经撤销了对张婷的案件 张婷名下的96套房产 6亿银行存款和银行账户等都已经解除了 网友纷纷感到惊讶 据媒体透露 张婷夫妇被查分和罚款的资产 只是他们总资产的1%而已 张婷曾经多么风光 利用自己在娱乐圈的关系 邀请了很多明星为他们站台 据说2020年 张婷夫妇花了17亿 在上海送楼给明道桃红 为自己的直播平台造势 如今张婷夫妇不仅解分了资产 林瑞阳也高兴的发生 看看林瑞阳的动态 几乎都是已编辑的状态 所有的动态都已经恢复了 林瑞阳海发视频表达了自己的喜悦 还展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他说要找回之前的代理 也有人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闹得这么大 现在突然就撤销了 后来有知情人士解释了 他们分析了张婷夫妇的股权结构 发现他们早就规避了风险 所以查不到他们的头上 如今张婷夫妇被解分 对此你怎么看呢